科文哲台北市长时期的劳动局长 陈信瑜四度动用特别费 向先生任职的公司采购红酒 一共花了四万八 监察院开罚四十万 理由是他没有遵守利益回避 陈信瑜不服提行政诉讼 主张买红酒有优惠 没有图利先生的公司 不过法官认为就算有优惠价 还是有利润可赚 判陈信瑜败诉 两年前在科文哲旁边 这位劳动局长陈信瑜被轰 行政不中立 但就在争议爆发前两个月 他采用首长特别费买红酒 酒商经理偏偏是他先生 而且不止一次 从二零二零年九月到二零二二年一月 总共四次花费四万八 红酒礼品是不是 都得要从他先生 不管是负责人或是任职的公司 议员开炮 监察愿意开闸 公务员利用机会 土利亲友 罚四十万元 陈信瑜告上法院 坚持红酒 没买贵 并未图利 但法官打脸 做生意即使算你便宜 还是有赚 判陈信瑜得缴罚还 他的麻烦不止如此 检方抓到陈信瑜七次乱花特别费 在林口住家附近买酒 吃火锅 甚至回高雄老家吃烧肉 都谎报 味道同仁 在窗户中心买小孩外套 却说要送高雄家具协会理事长 在药妆店消费保健品 染法霜也借口送礼给社会人士 他还两度拿自己吃饭的发票 勤款 却声称跟外面的人参序 不法金额总共两万两千多 涉嫌贪污 目前有法院审理中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